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这么多年了 阿华竟然没生下一儿半女 是她跟妻子婚姻不幸福 还是因为当年 我对她的诅咒呢 你快点儿 慢点 不然把我的行弄脏了 这哪儿脏了 从民国以来 就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灵芝了 这么说 你是货啊 你还是个行家 那可不 这灵芝可是上等货不好采 这不但需要运气 还需要缘分 你说的是真的 这可是我上山砍柴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的 打算拿去中药铺看看 说不定还能赚点小钱哪 什么叫挣小钱哪 这朵灵芝可贵了 你要是把它卖了 准能发财 是吗 去去去去 托你的福 那我就去发财去了啊 记得卖个好价钱 知道了 谢谢你啊 爹 爹 你刚才那个叫什么灵芝的东西 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 可以卖很多钱 儿子 我告诉你 灵芝这玩意儿可是一门大学问哪 它呢是一位非常珍贵的药材 古人甚至传说它就是仙药 吃了能让人炎年益寿 升天当神仙 爹 真的吗 爹 等我长大以后 我有了钱 我要买好多好多的灵芝 给你和妈妈吃 我要让你们以后升天 当上神仙 爹 昔儿你真好孝顺 你的心也爹心灵了 灵芝这东西呢 爹是从小吃到大 现在都吃腻了 所以说一点也不稀奇 吃腻了 爹 你爹从小给你吃到大 你现在耽误我爹了 为什么不给我吃啊 我们快到了 赶紧下地干活吧 爹 先别走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什么时候跟满灵芝 昔儿 比赛看谁先跑到地里好不好 快一点哪 快一点快一点老爹 快一点什么呀 你来试试看啊 快 快 快快 怎么快呀 快一点嘛 怎么快呀 爹又不是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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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了 哎 太阳怎么大 怎么重地呀 哎 等太阳小点在做 哎 哎 好骗了那蝴蝶啊 妈妈看见一定会很高兴的 爹 我去抓蝴蝶 别跑太远了啊 嗯 蝴蝶 别跑啊蝴蝶 哎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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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啊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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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好像是灵芝哎 哎 我发财了 啊 爹不会赚钱 妈妈又赚得那么辛苦 如果 如果我把那灵芝卖了 那爹就可以 吃好的 穿好的 妈妈就再也不用 去卖豆腐脑了 灵芝 等我 喜儿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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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睡了一觉了 臭小子人呢 喜儿 喜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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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還好有爹给我买的新鞋 啊 不然肯定掉下去了 嗯 嗯 喜儿 喜儿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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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喜 喜儿 臭小子 你爬那里去玩干什么 啊 下来啊 你快下来 爹 你看 你看 你看我踩到了 我踩到了一个大灵芝 我们可以拿去外钱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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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儿 喜儿你怎么样 喜儿 你呀 万全 喜儿 喜儿 怎么突然心慌起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臭小子 你要挺住我 你可不能有事啊 你可是八七子弟啊 你要挺住 挺住我 挺住 臭小子 挺住 大夫 大夫 快救救我儿子 救救你 救救我儿子 救救你 救救我儿子 这要花不少钱哪 钱你准备好了吗 大夫 我刚才在地里干活 我身上怎么会带的有钱呢 大夫 你先救救我儿子 我马上回家拿钱给你 那等你拿钱回来再说吧 大夫 我的喜儿等不及了 求求你救救他 哎呀 我这儿开的是药铺 不是慈善堂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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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大夫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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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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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你 救救我儿子 求求你了 这孩子失血太多 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 大夫 我知道你一定行的 求求你想想办法 一定要救救我儿子 我不是见死不救 我这药店太小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走吧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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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是被鱼给困住了 我得去接她们 齐珍 齐珍 不好了 你家喜儿出事了 喜儿 朕家 朕家 喜儿 朕家 朕家 朕求你救救我儿子 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 喜儿怎么会双成这样 你儿子伤得太重 竟不是我这种小妖铺能救的 你求我也没用 大夫 我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 我给你磕头了 我求求你 你们别求我 听我说 你这孩子要是再拖下去 迟早要送命的 你们赶紧把他送到大医院去 或许求助杨医生 还有一些希望 快去吧 朕家 快呀 喜儿 快 喜儿 快 喜儿 走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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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我儿子 他受伤了 快快 快 快去急救 快 快 快 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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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别怕 医生已在急救了 喜儿复打病打 不会有事的 老天爷 请您一定要保佑 我们家喜儿平安屋室 千万不能把他带走 大夫 他怎么样 这孩子必须马上动手术 否则会保不住 大夫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他 没有他我也不想活了 你别难过 我不会放弃他的 你们先去交保证金吧 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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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要 多少 我这有一块钱 一块钱 一块钱 我们有保证金了 这是保证金 这是大手术 保证金至少需要两百块 这 差得太多了 两百块 医生 拜托你先帮我儿子动手术 我现在就去抽钱 这 拜托 医生 为了救我儿子 我倾家荡产业再次不息 你尽快帮我儿子动手术 我保证一定要把钱送到 拜托 好吧 救人要紧 你们赶紧抽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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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珍 你留在这儿陪喜儿 我先去抽签 你一定要快去快回 喜儿等着你拿钱回来救他的命呢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抽到钱呢 等一下 外面下着雨 洛华 你自己要当心呢 我知道 来 你别哭了 喜儿需要你 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老天爷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我愿意拿我的命去换他的命 我求求你 我在这儿无尽无故的 又没有有钱的朋友 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呢 有了 有了 我可以去找他 他一定会帮我的 谢谢孙长房 慢走 慢走 王少爷 慢走 好嘞 孙长房 我有事找杜少爷 麻烦同报一声吧 夫人家 你又来找我家少爷干什么呀 是这样的 我的喜儿出事了 我要找杜少爷救命 麻烦你快请他出来啊 云山他不在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是一样的 我的喜儿 认在医院里面 医生说要交好几百块钱保证金 我想请杜少爷帮帮我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找我们家云山呢 我的喜儿需要钱救命 等我一有钱我马上就 傅振家 这六年来 你从云山那儿拿得够多的了 他对你们家的照顾 也算是人至义尽了吧 孙长房 拿一百块钱 是 少爷爷 这是最后一次 请你以后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谢谢 我说傅振家 杜贱也不是救济院 那赚的也都是辛苦钱 少奶奶答应给你一百块 已经不容易了 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呀 还不拿钱去救孩子去啊 是 谢谢 你那次流产伤到了你的子宫 如果想再次怀孕 应该是不可能了 安华嘴上虽说不要紧 顺其自然 可是我知道 她心里一直想要个孩子 替她赵家传宗接代 天哪 我能对安华说出这 残酷的事实吗 你怎么会来医院 你生病了吗 我 我来看一个朋友 你怎么会在这里 谁病了 是喜儿 她衰落在山谷 身受重伤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喜儿现在怎么样了 很危险 很危险 医生正在抢救 要是喜儿 她有什么事 我也活不下去了 集贞 喜儿一脸福相 她一定可以逢兄化吉的 您赶紧去交保证金 办住院手续吧 能不能再等一等啊 我丈夫她筹钱去了 她很快就回来的 这个 医生 我儿子怎么样 他的命暂时保住了 看吧 我就说喜儿福大命大 他一定会没事的 但是我怕孩子 会留下后遗症 所以我建议 他接受长期治疗 否则万一脑部受损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医生 我求求你一定要想办法 救救我儿子 一定还我一个活不乱跳的喜儿 我求你了 我给你磕头 喜儿 快起来起来 你别这样 孩子能不能恢复到 原来的状况 我不敢保证 需要经过长期的治疗观察 才能做下一步判断 问题是 这长期治疗 需要一笔庞大的医疗费用 你们负担得起吗 我 医生 喜儿的医疗费用 全部由我来承担 你就尽管放心地救孩子吧 那好 快 秀妍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齐真 我的情况你也清楚 这么大一笔钱 我就算这辈子做牛做马 我也还不起啊 别说了 来 快起来 齐真 每一条小生命都是上天的恩宠 钱再赚就有啊 可是孩子是求都求不来的 我也很喜欢喜儿 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就算是倾家荡产 我也会在所不惜的 秀妍 如果喜儿能够醒过来的话 将来他就是你的儿子 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救我们的儿子吧 谢谢 谢谢 程叔 麻烦你支领三百块钱出来 赶紧送到青铜医院 有一个叫傅喜儿的孩子 你帮她把保证金给付了 好的 秀妍 安华 你要帮什么人付保证金啊 就是我那个好姐妹的孩子 她现在正在医院急救 需要这笔钱救命呢 所以我才匆匆忙忙的 让程叔赶着过去 这件事情 我没有提前跟你说 你不会不高兴吧 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就人第一 更何况 又是你好姐妹的孩子 对了 你今天看医生 医生怎么说 来 来 不要一直钻牛角尖 很多事情啊 你换个角度思考 就会发觉 全是庸人自少 你想 老天爷一直不肯赐给我们孩子 也许他是疼惜我们 不想让我们承受 替孩子操心的苦也说不定啊 你是真的不在乎吗 还是在安慰我呢 说完全不在乎是假的 但是我更在乎的 是你 上次你流产 跟死神搏斗的关头 我真的好怕会失去你 当时我跟我自己说 如果能让我选择的话 我宁愿选择没有子嗣 也要你陪我白头偕老 安华 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 谢谢你 你累了 回家休息吧 我还有事要忙 就不送你回去了 嗯 今天的晚餐 我让厨房做你爱吃的菜 你可千万别又忘了时间 回来吃饭 我知道 我一定准时回家 嗯 那我先去忙了 嗯 嗯 安华对我越好 我越是应该为他着想 他现在什么都有了 唯一的缺憾就是午后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我绝不能让安华 因为我而抱憾终生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谢谢 我真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你不要谢我 应该谢我们家小姐 是她让我来交保证金的 程叔 麻烦您回去 替我谢谢你们家小姐 她的大安大德 我无以为报 以后 我只能做牛做马还她了 看你说的 我们家小姐是慈悲心肠 她不会要你这样做的 好了好了 你好好照顾孩子 我回去了 谢谢 您慢走 齐人 显儿 现在怎么样 医生说 命是暂时保住了 暂时保住了 暂时保住了 这什么意思啊 她脑部受损 怕会留下后遗症 医生说 必须接受长期的治疗 否则 我们的喜儿 恐怕不会再像从前的喜儿了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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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借到一百块钱 赶快拿据给医院交保证金去 去啊 你跟谁借的 我就跟 我跟一些朋友凑的 我知道数目还差很多 你先把这一百块钱交了 让医院安心 剩下的 我再来想办法吧 保证金的事情 我已经解决了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 刚才我碰到一个好姐妹 是她借钱给我的 那就好 那等喜儿出院以后 咱们一起去谢谢她啊 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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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喜儿 护士她怎么还没有醒啊 她刚动完手术麻醉还没退 你们先别吵她 我送她去病房休息 好 喜儿 谢谢啊 不用谢 谢谢 不客气 谢谢啊 喜儿 我的喜儿 怎么会变成这样 朕家 你还没告诉我 喜儿她怎么会摔成这个样子的 因为 她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趴到山耀去摘灵芝 见过手滑没抓稳 她就整个摔下去了 我在山地下发现她的时候 她手里还紧紧握着那个 根本就不是什么灵芝的眼蜀 还说要拿去卖钱 要给我们过好日子 喜儿 喜儿 是我真会 我要是平时轻快一点 今天喜儿也不会为了 给我买好吃的 爬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 你真的好傻 爹不值得你为我这么做 孩子 你才多大 你就懂得 要让妈妈过好日子 妈妈对不起你 你没对不起的 是我 喜儿 是我这个没出息的爹 对不起你们母子俩 你醒醒好不好 你起来骂爹 你起来啊 朕家 朕家 我们这样又哭又闹的 有什么用啊 还是先让喜儿好好休息吧 客家 市小姐 会吗 同样的